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智慧人的蛇善发知识 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 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温良的蛇是生命树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愚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 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 义人家中多有财宝 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智慧人的嘴波扬知识 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 正值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 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舍弃正路的必受言行 恨恶责备的必至死亡 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 何况世人的心呢 谢曼人不爱受责备 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心中喜乐 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 灵被损伤 聪明人心求知识 愚昧人口吃愚昧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 心中欢畅的长相风言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 强如多有财宝 烦乱不安 吃素菜彼死相爱 强如吃肥牛彼死相恨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 忍怒的人只惜纷争 懒惰人的道 像荆棘的礼巴 正直人的路 是平坦的大道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 愚昧人藐视母亲 无知的人以愚望为乐 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谋序众多 所谋乃成 口善应对 自觉喜乐 化何其实 何等美好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 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耶和华必拆回骄傲人的家 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 良言乃为纯净 贪恋财力的 扰害己家 恨恶贿赂的 必得存活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耶和华远离恶人 却听义人的祷告 言有光 使心喜乐 好信息 使骨滋润 听从生命责备的 必常在智慧人中 弃绝管教的 轻看自己的生命 听从责备的 确得智慧 敬畏耶和华 使智慧的训会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